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看看這部機 這是什麼呢? 這部就是Nexus 7 而且是第一代那一部 為什麼看它呢? 由於它前陣子已經升級了最新版的Android 5.1.1 最新版的Lolipop 值得升級呢? 這部機原先出的軟件版本 這部機是很暢順的 但是慢慢升級 就發現重複了 越來越慢 甚至乎有一個版本 是覺得不可以使用的 但是現在升級到5.1.1 那又如何呢? 究竟好不好用呢? 今天和大家試一下吧 首先解鎖一下 首先解鎖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介面 都長順的 我們走進App Store看看吧 一邊走進走出 你會發現都長順的 其實呢 其實呢 我們只是看介面不夠的 我們找些App 試一下吧 開個... Home 直接試一下上網 這頁Google的主頁 應該不能縮放的 我們去一頁有的 看一看吧 我們剛剛按了按鈕 剛剛按了按鈕 這個可以縮放的 看一看 你看到這些文字網頁 難不去的 可以放大可以縮小 都很長順 我們去一些複雜的版面 看一看 我們不如試一下去一下 去Yahoo 去Default 去Default 都已經去Default 都已經去Default版了 我們試一下 不斷地縮放 你發現呢 都很長順的 我們去... 上下掃一下那頁 都很長順 我們試一下橫無機 去Default 你發現有一點點 遲緩了 它不會立即轉 但是也是可以轉的 而且轉完之後 是立即可以操作的 你看到我現在是很長順 可以放大縮小 我們試一下去另一個網站 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 開啟的速度是完全沒有問題 我移上移下也沒有問題 放大縮小 按下連結 按下連結 看到呢 都充電很快 其實... 在一般的 網頁 都不會有問題 甚至乎你去網頁版的Facebook 當然都不會有問題 那... 那... 再多一點 由於... 它已經是很久之前 一、二年的Nexus 7 來的 RAM只有1GB 所以... 如果用來開現在的Facebook App 我就覺得... 就... 就... 不太好 因為... 太...太厲害了 這部手機 如果... 開網頁版的 其實... 沒問題 那... 可能... 頂弄是掃的時候 不夠暢順 那... 剛剛我們看這裏呢 大致上暢順的 那...當然... 有些位可能... 剛剛有一幅很大的圖 撈出來的時候 會有... 小小... 啊... 疾一疾 那... 但... 不算嚴重 我們走出去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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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去那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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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大家留意到 那... 有一點點延遲的 那... 那... 很正常的 由於RAM始終是不足夠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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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功,先打直 多功這個畫面很暢順,我們試試開另一版 按完之後,不用等太久 都已經可以開得到 試試下一個Ebola,這個很快 Croom可能比較大吃一點 今次都可以開得到 去設定 我們看看Android版本 按關於平板電腦 在這裡會看到5.1.1 版本號碼 這一部是3G版 所以版本號碼和Wi-Fi版有些不同 大致上,介面上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介面上,這裡變成Android 5的下拉式功能表 由於5.1,這裡的按鈕多了些選項 例如這裡,我可以直接選哪個Wi-Fi網絡 就算是5.0,是不會有的 這邊藍牙也可以選哪個藍牙裝置 這樣就方便了一點 如果有其他通知,可以在下面出現 一樣可以上下拉,跟標準5.0一樣 另外呢 提醒多一點,就是 當你去升級之後 我建議大家 是reset了一部機 使用資料從頭來過 這樣會暢順很多 今天就 講到這裡 希望 幫到Nexus 7 2012年的用家 去選擇 去抉擇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